中秋节前夕也是文旦幼彩收季 台南市百业国际药金学会创会理事长 闫家营响应照顾弱势理念 自110年起连续4年发起 文旦礼盒买一捐一公益活动 今年将捐赠750箱文旦礼盒 给台南市弱势家庭 台南市政府社会局近28日 在永华市政中心举办捐赠仪式 由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 代表受赠 运回赠感谢壮已参与活动的民间团体 台南市长黄伟哲致此表示 在佳节贝士庆的时候 真的是很谢谢我们这么多的团体 能够购买700多箱的柚子 来给许多需要关怀的人 真的是非常谢谢 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农民柚子消得不错很开心 接受大家会赠的社会团体也很开心 因为感受到各位对他们的关系关怀 这是一举三赢 第一个农民赢 第二个受赠者 第三个我们自己也赢 因为行善最热 因此非常谢谢各位这么多的团体 一起来协力来关怀 需要帮助需要关怀的人 长久以来不管是 我们看到师子会各位领导师友 还有福人社各位社人 还有包括从他 包括四华 包括许多多的社服团体 还有协会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来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那可以让人家知道 也让人家觉得 我们台南市是有爱的城市 是温馨热心热忱的城市 感谢各位 也期待大家中秋快乐 谢谢各位 台南市政府社会局长卢宇聪表示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呢 百药国际协会 他呢 水果西施 叫做啾啾呢 然后每一年 现在已经到第四年了 然后都举行了 文旦礼盒 买衣送衣 那今年呢 也同样的第四年呢 送出了750盒 那这750盒 今天非常特别的 也结合了36家 包括公司 行号 机关等等呢 一起来做这个捐赠 来协助我们的弱势族群 社会局这边呢 会把这750箱的文旦礼盒 送给我们的小座手 还有育幼院 社区观的照顾据点等等呢 让我们孩子跟老人 都可以享受到 这个中秋节前的一个温暖 台南市百业国际奥进学会创毁 严嘉宁理事长表示 大家好 我是在地的台南人 那台南的女儿啊 那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家呢 是做水果批发的一个生意啊 那当然呢 在因为许多的社团好朋友 就相当的支持 因为就有感而 我们取之社会回馈社会 那就是透过一个 买一盒捐一盒的一个活动 其实平常都有感受到 我们许多的农民啊 农夫们 真的很辛苦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因为他们量多的时候呢 又觉得 哇 那个价格真的是 不被看好 那我们也希望他拥有一个 良好的一个修成 那所以就透过结合 我们许多的社团的力量 在这边也非常感谢 我们所有社团的好朋友的鼎力支持 那买一盒捐一盒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已经到现在是第四年的时间了 非常感谢大家 其实基本上 我们是透过一个抛育营 因为本来我们就会订礼盒 记得跟我清国西施定 那我这边就会捐一盒 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 在这过程中 其实我们都要自掏腰包 都大概要将近 差不多五十万左右 可是透过这样子 让农民拥有更封锁的一个收入 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因为他们的血汗交织的一个过程中 其实是我们都知道都很辛苦的 可是透过这样子 大家知道来找我们订礼盒 然后透过订礼盒的过程呢 又可以捐给我们的社会局 其实在跟社会局接触之后才知道 大家都在帮助许多的弱势团体 透过这样子一个弱势团体的协助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台南人的温暖 台南人的情 有空真的到台南来看一看 我们的温暖 我们的热情 真的欢迎大家一起来 谢谢 社会局表示 今年共有36家企业集团T响应活动 以去年增加12家 本次募集的750箱文担礼盒 由社会局代收 再转赠给台南市 而少关怀据点的弱势家庭 深账小作所 皆有及私利人家育幼所等 此次捐赠活动不仅推广在地优质农特产 也借此引进更多社会资源 促成公司协力 社会局长卢宇聪指出 台南市公益平台及食物爱心银行 整合社会资源 结合慈善伙伴爱心捐款及物资 以获得善心企业与慈善单位日烈回响 他有物资需求 捐赠或公益平台相关问题 欢迎联系社会局社会救助科 062995686洽询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 有名资源 明镜中 有道路 明镜中 明镜中